冰箱里还有剩米饭 很饿就想吃点重口味的 做一份老干妈炒饭 其实做炒饭很简单 切一些葱花 葱花是灵魂 所以说要多准备点 不然炒出来没有味道 把切好的葱花分成两份 再切个牛肉肠 这个牛肉肠是黑胡椒味的 味道不错 就是有点贵 一根要4块钱 最后打上两个鸡蛋 鸡蛋要打得起胖 炒出来才好吃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先润一下锅 热锅凉油 下入鸡蛋 用勺子把鸡蛋打散 等到鸡蛋定型后盛出 不要把鸡蛋炒得太老 不用刷锅 少来一点油 鸡蛋里还有油 油再下多的话 就会吃着很腻 下入一份的葱花和牛肉肠 把葱花炒到微黄 牛肉肠爆香后 下入米饭 调到中火 慢慢的把米炒散 家里做炒饭 一般都会有些粘连 炒饭专用的米是有些硬的 一般家里不会吃这么硬的饭 所以说你在家里用剩饭 炒出来的米发粘 不是你技术问题 是米不行 中火慢慢炒一会儿 炒的时候看到米饭中有结块的 用勺子把米压散 炒到米粒粒分明 在锅中起午时 倒入鸡蛋 放盐 味精 老干妈两勺 快速翻炒均匀 等到米饭变色 炒出老干妈的香味后 倒入剩下的葱花 简单翻炒几下 即可出锅装盘 看起来还是很有食欲的 吃起来有淡淡的老干妈味道 恰到好处的葱香味 鸡蛋和黑胡椒牛肉肠的香味 口感层次分明 再配上一瓶冰镇可乐